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嘿 大家好 我是燕王爺 那麼今天呢 我們要來玩的是Minecraft 我們要來玩的是 呃... 軟綿綿空島生存 然後呢 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為什麼 呃... 增幅紫色羊毛島怎麼好像 少了夏篇啊對不對 其實我也覺得很奇怪 好沒有啦 我沒有覺得很奇怪啦 因為 呃...那個夏篇呢 呃... 消失了 欸 沒有小麥 欸 還是有啊 為什麼消失了呢 因為...原本它是一個 四十幾分鐘快五十分鐘的影片 然後... 我把它切成了... 三個...等份 等一下 這個視野好像... 呃...調個... 十就好了 我把它切成了三個等份 然後... 這三個等份呢... 分別就是上篇 中篇跟... 下篇 然後... 把它... 就是把它... 輸出 結果呢 我下篇還沒有輸出 然後不小心就把... 整個...原始的檔案 不小心給砍啦 砍了 對 那你知道砍了就發生了悲劇 就是打開它就沒有東西啊 這個真的是... 悲劇啊 所以... 還請各位多多包含多多見諒 欸我怎麼會死個頭啊 我怎麼會有頭啊 我怎麼...不記得我有頭 我怎麼...不記得我有頭 我真的不記得我有拿到頭耶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既然那個... 紫色羊毛島... 攻略紫色羊毛島的夏天... 消失了呢 那我們就要... 呃...帶各位去看一下這個... 紫色羊毛島究竟... 最後是什麼樣子 不過我覺得... 它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完全的征服耶 因為它有些地方還是會冒出怪物來 可是我根本找不到... 到底是為什麼啊 我魔法都已經插得很亮啦 或者可能是... 呃...生怪磚太多耶 但是... 我應該也有... 呃... 我應該已經打掉啦 還是它藏在牆壁裡面 可是藏在牆壁裡面的話就... 非常非常非常有夠世界無敵難找的啊 那我們還是去看一下好了 現在身上... 呃...僅存兩塊麵包 剛剛還吃了一點腐肉啊 欸...等一下...怎麼要晚上了 這好像不太對啊...要晚上了耶 要晚上了我們來這邊對嗎 好啦...也不是不可以啦 不過這天黑的好像有點...快啊 我們就...進去的稍微看一下 呃...裡面呢大概...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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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裡面呢... 後面最下面的就是一個... 真空的狀態 好...就是虛空 然後... 我會聽到殭屍的聲音 然後這裡面呢...原本都是...殭屍 然後...這邊好像還有一顆生怪磚 在這裡...怎樣 然後...我怎麼聽到蜘蛛的聲音 不行...多差一點 沒了...沒關係...我還有六個...木炭 再來點火把...燈燈 然後...我怎麼用二了...奇怪...二怎麼那麼快啊... 等一下...我真的是... 說好要開困難的...可是困難會不會二更快啊... 這邊...也插一下...管他耶...通通插...反正... 火把...多插沒事...少插會舒適啊... 這邊多插一點... 應該是... 沒怪物了吧...可是我... 之前就看到這個走到上面的時候還會跑出怪物來耶... 不知道那怪物哪裡來了... 真的...非常的神奇啊... 等一下...我會聽到耶... 在哪裡... 欸...在這裡... 為什麼從上面走下來... 你竟然從我的基地走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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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有點多啊... 這是排隊嗎... 這是排隊嗎... 喔...這真的太多了... 怎麼...還會有怪物跑下來耶... 這不太對吧... 這不太對吧... 我用石劍殺好了... 讓我們的鐵劍應該很快就壞了... 哇...這是刷怪塔嗎...不是吧... 這已經變成刷怪塔了...是嗎... 這已經變成刷怪塔了... 我的寶石都一直扣耶... 感覺我們等一下真的要... 來... 吃腐肉了啊... 欸...石劍壞了... 哇...怪物上面一定很擠... 你看...幾刀都快掉出來了... 上面到底是有幾隻啊... 欸...馬鈴薯... 爽快喔... 現在最需要的就是馬鈴薯... 因為馬鈴薯呢...是一個... 高價值的... 作物...高經濟價值的作物... 那個...我們可以很久不用... 我們可以不用擔心那個食物的來源... 因為只要把馬鈴薯烤一烤... 一顆...一顆馬鈴薯可以動出... 嗯...兩到三顆的馬鈴薯... 然後... 烤一烤之後呢...我們就有很多食物... 我真的覺得這邊有... 好像還有什麼洞穴耶... 感覺好像還有別的洞穴耶... 不然的話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 弓箭手的聲音... 可是好像又沒有耶... 又好像沒有... 好像又沒有... 這邊呢... 這邊呢... 又拒絕了很多薑汁... 沒有... 那剛剛那一坨... 到底是... 到底是... 發什麼風... 還是在下面... 也不是不可能耶... 可是... 那這樣子... 究竟到底有沒有... 征服這座島啊... 還是我們拿到的那個裝備... 其實可以不用管的... 但是... 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我回不去啊... 我回不去啊... 外面一定都是怪物啊... 如果我... 死回去的話... 我又在... 石頭島的陣子上面... 我們一定要活著走出去... 才有機會... 呃... 才有機會... 重登我們的白色羊毛島啊... 如果我... 太不明白了... 為什麼這邊會有怪物... 這應該是沒有怪物啦... 真是... 怪異啊... 靈異現象... 好... 我們餓的只能... 吃腐肉啦... 吃腐肉... 欸...來了來了來了... 喔... 幹嘛會打開馬上來... 欸喲... 蜘蛛... 哎喲... 苦力怕... 弓箭手... 哇... 這有點多啊... 我根本被... 圍困了嘛... 還有小殭屍... 等一下我們... 吃點東西... 然後... 然後讓我們的血回來一下... 然後... 呃... 來引爆個苦力怕看看好了... 好... 看來效果還不錯... 可是那邊有一隻弓箭手要來啦... 哇...這經驗球還蠻多的... 不過... 我現在比較想回家啊... 欸喲...好多隻... 看來他們好像內縫了... 為什麼這麼多隻啊... 嗯... 我感覺剛剛被打了一下... 而且這個經驗球... 為什麼這麼多啊... 真的是... 有點討厭... 喔...糟糕... 這外面真的收到爆... 我根本出不去啊... 我的... 欸...還好... 還有一隻... 快爆啊... 快爆啊... 蛮就在等你爆... 你為什麼不爆... 喔...再吃一下好了... 所以我們又沒有附魔台... 也沒有書櫃... 我想要這麼多經驗... 這麼多經驗... 完全... 完全不實際啊... 真的是... 再來啊... 還有一個... 村民殭屍... 喔...拿鐵劍的殭屍...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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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比較... 欸...這才是苦力怕... 還有隻苦力怕... 好像比較和平的一點耶... 看起來... 喔...還好... 我身上這個... 褲子是... 還好身上這個... 是... 這個... 靈異優褲 這個是一個... 神褲 不然的話... 喔...還有... 防暴... 還有... 耐久... 喔... 不然的話... 可能早就不知道爛了幾件去耶... 而且我今天要... 外面的... 殭屍正在被... 正在被...聖光... 聖光所燃燒... 哎喲...來囉... 都... 下來避難了... 這苦力怕也來找我了... 你以為怕你嗎? 這個地方可是... 好...你們趕快炸一炸... 一起死一死... 好了... 耶... 他把我的... 戰力品全部炸光了... 欸...不要打我啊... 不好...戰力品全部炸光了... 喔...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不要... 不要...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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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欸... 你別過來啊... 滾... 走開啊... 我不要啊... 哈哈哈... OMG... 我又復活在這個地方啦... 真是的... 等一下... 晚上還是去睡個覺好啦... 不然真的是... 喔... 真的是齁... 我們現在到底征服了幾個島啊... 呃... 這個... 石頭島... 然後... 紫色的... 羊毛的島... 應該算...可以算是... 征服了吧... 嗯...好... 那個... 叢林島... 叢林島... 不知道算不算征服耶... 因為它... 樹上有點難... 有點難... 插火把... 可是... 可是... 樹底下的確都插滿了火把... 那是不是... 欸...我們可以來做裝備耶... 看一下... 做一個... 頭盔... 呃... 一個... 衣服... 然後還有一個... 鞋子... 褲子好像有了... 來... 穿... 穿... 哇...帥... 欸... 然後我們應該不需要用鐵鎬才對... 應該吧... 我猜...